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我的聲音音量應該夠大 所以不用麥克風這樣子 我會比較放鬆一點點 那...因為我學的是中國武術 那其實剛剛有人在談到有關這個問題 他...至少我所學的武術 其實我們的力量來源是來自於內臟 來自於臟腑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因為...其實我們的臟腑跟我們的肌肉 他有一些很類似的地方就是 他周圍呢 也是有很多所謂的筋膜 來把這些臟腑包覆住 那我們中國的武術呢 就是他的一些動作呢 可以運動到這些筋膜 然後呢 由這些筋膜的力量把整個身體結合起來 所以他靠的是所謂的合力 而不是說可能比較單一局部可能肩背 這種初拳肩背量 他一出拳他靠的是整個體腔撐出來的力量 那這種力量跟這種單拳揮拳的力量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這種力量他...因為是由你體腔出來的 所以...他的力量比較扎實 那...待會的話...我會教大家一個簡單的那個按摩動作 那...可以請模特兒...那個...可以請在場 如果有人覺得身體痠痛有...肩膀不舒服的人 可以上來試試看 那...有...我...那個...做的方法 跟...誒...一般人...做的話 就看有什麼不一樣 那...因為現在上班族...很容易... 誒...一做整個身體就握起來 那一握起來之後...你看到...我們前一張照片 我們所有的臟腑...他動過我們的肋骨...來保護住 那你一握起來呢...他的整個...我們...所有內臟的活動 他自然而然就受到了限制 那受到了限制...他在活動當中就... 你身體的血液循環流動自然就...不夠...好...自然就會受到影響 然後...所以說...就...自然而然會產生一些所謂的痠痛 各種的問題出來 那...所以說呢...要注意的是... 最好...桌子的高度跟椅子的高度...能夠...讓你平行 當你在做的時候...能夠...誒...維持...身體的力量...是可以垂直的這種...動作 這樣子的話...然後...而且...在做椅子的時候呢...有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 尤其...腰...腰不容易酸痛的朋友...腳不要這樣縮起來... 待會...有...下一張圖...會跟你們講...說明的原因... 然後...第二個呢...就是...我要講的...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肋骨啊...還有我們的背部... 它...周圍...其實有很多很多的肌肉群...把它給包覆住... 所以說呢...當我們一旦緊縮的時候...我們的呼吸就容易不順... 所以說...因為...我們一般人都...常做...那個...向前...的動作... 所以要讓...這些肌肉得到舒展呢...所以要做很簡單的反向運動... 那...像...這個動作呢...就是...你們在上廁所...或者是... 起來...走動...在等公車的時候...像我剛才寫我自己... 因為覺得自己身體緊繃...我自己在...底下...我寫我來...在做各種的反向運動... 來...放鬆自己...讓自己...在...不然在呼吸...或是... 整體的壓力方面可以更放鬆...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 很多人晚上容易...想東想西...睡不著...然後...失眠了狀況的話... 耳朵...周圍...到...牙齒這邊... 這邊是一個很大的關卡...因為...我們...你看喔...這個肌肉圖的話... 其實...這邊...一旦用力...我們的耳朵...周圍...這邊...牙齒一旦用力...你整個背部... 它其實都會整個緊縮起來...那你一旦緊縮起來...你自然而然...就不容易... 那個...放鬆...所以說...當... 晚上失眠...想睡覺...又覺得睡不著的時候... 就要按摩耳朵周圍... 根部這邊的肌肉群...把它...這樣...往下...推一推...讓它... 比較鬆之後...就可以比較好睡... 好...這邊的肌肉群... 嗯...剛才的話...忘了講...一件事情...就是... 當...腳的肌肉縮起來的時候... 其實腰部的肌肉群也會跟著收縮... 你們...自己試試看就知道... 在做的時候...你...腳一縮起來...腰部肌肉群就跟著收縮... 所以...當你腳這樣一旦縮久了之後... 腰部的肌肉群它的壓力自然就會很大... 然後...走路...剛剛...看到我們的表演者... 為什麼我們能夠做出這麼好的掌控... 是因為...你看他們的...其實... 身體是很穩定...他們...我們人走路的時候... 身體可能會...這樣...動來動去... 但是他們不會... 為什麼呢...是因為他們... 只用核心的肌肉群... 在我們脊椎周圍的肌肉群... 一般人走路的話...可能... 欸...會用到外部的肌肉群... 但是...像...他... 只用內側肌肉群的時候... 再走起來就很穩定... 所以...讓他...不能...欸...一個跳躍動作... 能夠...身體幾乎保持不動... 肩膀狀況幾乎保持不動... 就因為...在核心的肌肉群... 他...那個... 力量結構就可以很順暢...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膝蓋的方向就是前肩的方向... 有些人的話... 因為...身體習慣關係... 外側肌肉比較低... 或內側肌肉比較低的時候... 走路可能會...那個... 比較...膝蓋就有點外巴或是內巴...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 就是代表...你的... 身體不是屬於平衡的狀況... 那不是屬於平衡的狀況... 長久以來... 你... 欸...膝蓋周圍的... 比較緊繃的地方的話... 他的血液循環就比較不好... 就會開始產生... 所謂痠痛的問題... 然後在上下樓梯的話... 影響又更大了... 所以說其實... 在走路的話... 能夠運用到內側肌肉群這樣走的話... 是... 對於你在前進跟後退當中... 是能夠最為順利的... 那... 有興趣知道的人... 那... 我需要可能... 做比較詳細的解說... 那你就私底下再來找我... 好... 那現在的話... 就是要為大家介紹一些... 簡單按摩方式... 有沒有人... 願來當一個模特兒... 有嗎... 現在有沒有覺得... 身體比較... 不舒服的... 你想要... 喔... 不好意思... 我最近很... 這邊很緊喔... 沒有問題... 那... 你借我兩幫你... 謝謝... 讚... 太好了... 太好了... 謝謝... 來... 請坐在後面這一張... 它很簡單... 對... 第一個就是... 你... 腳開一點... 對... 好... 就是... 讓它... 腳能夠垂直... 然後這樣的話... 你在工作的話... 是... 最輕鬆的... 好... 然後第二個... 來... 把你的手... 放在... 欸... 一隻手... 一隻手就可以了... 對... 然後一隻手... 放在這裡... 我現在要做的動作... 其實就是... 針對... 它這邊的肩胛骨... 按摩的時候... 它可以... 讓這邊的肋骨... 去活動到... 它可以去活動到... 我們脊椎周圍的肋骨... 肋骨一旦活動開來... 你的身體... 自然而然就不會... 繃得那麼緊... 就是... 這一個很簡單的動作... 你的手就直接... 搭在這一塊... 肩胛骨上面... 然後... 另外一隻手去... 感受它... 像... 它... 剛好就是... 脖子... 在這一條肌肉群... 繃得比較近... 那我就... 透過這個動作... 來把它... 這邊的肌肉群... 做個伸展... 可以大一點嗎? 然後... 重點就是... 因為我們在做的時候... 我們要邊... 感受... 到我們... 動的地方... 這樣我們在做的話... 其實... 我們是用... 身體的力量下去... 我們... 並不會... 用肩膀這樣下去... 用肩膀這樣下去... 跟用身體下去的力量... 就完全不一樣... 它... 它... 自然而然就... 比較能夠伸入... 欸... 來... 你再起來... 有沒有... 有沒有覺得... 左邊比較稍微鬆一點一點... 有... 對啊... 就是...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動作... 就可以... 自然的去... 伸展到那個... 這邊的肌肉群... 對... 好... 我們...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